就这一段 其实主要就是这虽然不多 而且长得还蛮像的 但是你们要慢慢看得懂 然后甚至将来你会懂得变化 那你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了 比如说你希望把你查到东西 放在另外一个工作表里面的话 那其实就是把筛选跟新增工作表结合在一起 就可以做出一个查询系统了 有没有 所以以后老师我可以把以事后拿来当查询系统 可以的简单 就是把两个结合在一起 你就可以变出你要的查询系统了 你就不用一定要找了专门有人帮你去写这个东西 其实人家做的事情就这个 你说老师 以前人家做的不是结合资料库 那我们是e-sale 我们e-sale不是资料 其实跟各位讲 e-sale可不可以拿来当资料库 其实是可以的 OK 那资料库里面用的那个什么查询的语法 其实主要是 就道理其实跟筛选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反而更简单 所以如果假设你的需求资料量没有那么庞大的话 因为e-sale一个工作表最多 它可以放多少个资料呢 你刚才记得吧 卡座向下吧 它最多可以放这么多笔资料 多少笔 1048576 其实就是 其实签分会复发加上的预计之后 你就知道它104万多笔吧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资料大概100万笔内的话 其实拿来当资料库 其实是OK的 绰绰有余的 那你说除非说你的资料量很庞大 超过100万笔 那你当然你可以再选择资料库 是绝对没问题的 OK 那你说老师 那这个会不会e-sale会不会跑到当掉 其实就我的经验 以前会 因为以前的电脑的记忆体不够 常常跑一跑e-sale 整个画面变白的 应该大家以前都有这样的经验吧 可是现在因为记忆体都很大了 再加上现在的CPU也很坏了 所以其实说真的 你跑什么 其实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所以那Mine 我发现很多人很聪明 就直接刚才拿e-sale来当资料库来用 OK啊 没什么不对 但是它有限制 就是说100万笔的限制 OK 那甚至呢 有同学问说 老师那我如果蓝数最多几蓝 有没有 你可以控制向右 控制向右 它会跑到这里 就这么多蓝 XFD 那请问这是几段蓝呢 这些有跟各位讲过 你不要傻傻的 网络上我是看过有人 有个网红 他不知道控制向下 他只知道向下 所以他就一直按住 有没有 然后一直跑一直跑 跑跑跑 他跑了八个小时之后终于知道 最下一列 我说你 你不去 控制向下不就有了吗 他不知道 所以蛮好笑的 那只是说控制向右的话 有没有 控制向右 就会跳到最后一个 但是最后一蓝 他不是用数字呈现 他是用什么 XFD 那当然他英文 一个是26吧 所以你可能26乘上F6 乘上D 可能才用4 那到底这个数字多少 你可能还用计算 其实不用 其实你只要插入一个函数 你就有答案 请问用哪个函数 可以知道 这个是哪一蓝 插入函数吧 我们之前有讲过 简次于参照里面 有一个函数 就是可以查 你现在所在的储存格 是在地几蓝 有没有哪一个 Colin 这个就 Colin就蓝的意思 那不要再来试 他会传回说 你现在储存格 在哪一蓝的意思 蓝 而且他回传回来的数字 他不会是文字 所以马上可以知道说 你这个蓝是地几蓝的意思 按确定之后的话 然后他会告诉你说 你总total的话 就可以放16384 不过理论上应该没有人 资料蓝数这么多 一万多蓝 但是其实当然 你也可以另外一个做法 你可以把资料拆分 有没有 比如说你 一百万笔资料太庞大 那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放在右边 只是说你可能要怎么样 去移动它 OK 那这是自己的变化 所以你知道它能够做这些事情 那你要怎么去改变 这个我想就是每个人的这个巧妙的地方 因为有些东西工具是死的 人是活的 所以你要怎么样想出一个办法 解决本来不能做 比如说你说老师 我的资料超过一百万笔怎么办 那我跟你讲说 你可以放另外一个工作表 对不对 你说老师我想要放头 那不然你把它放在右边嘛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没有人说不行 但是只是说你要怎么样 确定说你将来 你的资料量可以找得 资料可以找得到就OK了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要把它什么 把刚刚这个筛选 把它结合 就是新增工作表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做 当然第一个 我先把一般二般三般先删掉 所以删除工作表 先把它删掉 删的话刚刚讲过嘛 就是哪一个工作表 那我这边的写法是最后一个 确定看是最后一个 因为总共有几个 有四个嘛 四个三到两个 有没有 四三二 四三二 那你说老师 为什么你一定要颠倒个三 因为其实他删完之后 他会变换位置 所以如果你假设 从二三四这样删的话 他会出现问题 什么问题呢 因为你删完二之后 他二就不见了 他会把这个第二公众 第三公众再往前 第三就变成第二 所以他位置会变 记得删除 可能要反向三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把它删 OK删掉之后呢 那接下来的话 如果要把刚刚的这个筛选 结合新增 哇那真的难度 所以这个结合这一个 那首先当然第一个 你可以把这两行怎么样 筛选加上复制 直接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移到新增工作表的 这两行的下方 贴在这里 Ctrl V贴上 那贴上之后的话呢 我的习惯是会让他缩排一下 为什么 因为他是在这个回圈里面 做动作 OK 然后呢 接下来的话呢 可能还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呢 我新增之后 他会跨工作表 所以记得 这边你可能要加一些 这个范围的话呢 因为我新增之后 或者我们按F8来执行 给各位看就知道 这个是新增工作表 然后重新命名 接下来的话 我要筛选 可是特别注意 你说我用刚刚的这个程式 直接筛选会不会失败 一定会失败 为什么 看得出来吗 这个范围 筛选 你说这个范围在哪里 有没有发现 A1有没有 到E12 这里有没有东西 这没有东西啊 那你说老师 我要筛选的东西在哪里 在这个工作表 所以这个工作表的话 特别注意 这个程式里面的话 那你要多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呢 就是必须在这个范围 前面加上的 跟他讲说 我的这个范围资料 是在这个工作表里面 那这个工作表 怎么去指向他呢 很简单 你可以用这个 选择E有没有 点 range 这样他就知道说 你要筛选的范围 原来是在第一个工作表里面 OK他就知道了 那接下来的话 可能还有第二个地方 可能要改 哪个地方 就是你要筛选的条件 在H2 可是H2这边里面有东西 H2没东西嘛 那那个条件呢 一样嘛 这在前面 所以记得哦 这边要加之外 这边也要加 有没有 也就是说这个 跟这个一定要加 如果你这两个没加的话 那一定会失败 因为你根本没办法筛选 好 所以这边把它执行 这样再执行应该就OK了 执行 好 有没有 那你说好是完全没反应啊 对 因为他这个资料在前面 所以你假设 你可能偷偷的把它切回去看看 现在应该会 应该会得到的 不对哦 这可能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要的是一班 可是H2里面是几班 H2里面应该是三班 那不对啊 我扣过来不就变成三班了 所以显然 这个地方要改 改成什么 这个就是你要查哪一班 那我要查的是一班嘛 所以你这边把它抵抵得掉 直接改成什么 直接改成上面这个就可以了 哪一班 一班嘛 就跟那个同样名称 这个改成这个 那把它倒车一下 倒过来 OK 这个把它再执行一下 你们会发现 这个指的就一班 哎 意思是说我要筛选得到一班 然后呢 得到之后的话 我要把它抠过来 所以我一样把 记得哦 你看完就一定要切回来 因为目前油标是指这里 然后 然后就把它抠到这里来 哎 那怎么抠 抠的话记得哦 一样我的范围一样指前面这一个 所以这个前面呢 一样要加上序值1 那个前面那个范围的资料 帮我抠到哪里呢 抠到这里 抠到A1哦 所以哦 记得这个range G5 直接把它改成A1就可以了 哎 不过你说老师 那为什么这个range 前面没有加上序值哦 因为哦 目前你所在的这个工作表 它就是什么 直接就是你要call的位置啊 所以这个range A1 前面不需要加任何的序值 反正就是目前的这一个 如果你是目前的这一个 就不用加 假设是前一个你就要加 OK 好 那这样应该OK的 我call过来看看 你们应该就把一般call过来了 哎 一般call过来 不过好像call过来有点怪怪的 哪个地方怪怪的 哎 上面好像没有栏位名称 所以怎么办 没关系 为什么没有栏位名称 因为我call的范围是从B2 那B2的话呢 其实你会发现B2就是只有什么 只有资料 所以理论上如果假设要正确的话 应该要把B2改成什么 B1 OK 1也要哦 不然的话1就是没有栏位名称嘛 然后一样把这个把它再倒车一下 重call一下 倒车一下 OK 把它call过来 哎 那栏位名称又有了 所以以后如果假设有些比较复杂的城市 假设你不会写 我习惯就让他先逐航跑 然后试一下 如果不OK 然后倒车一下 有没有倒车就这样 拉上去 重跑一下 它是可以被允许的 好 call过来之后的话 那换2班 所以啊 应该这城市都改完了 2班嘛 所以再来2班 重新匿名一下 新增 然后一样把2班筛选 把2班call到A1 OK call过来2班 没错两个 然后再三班 有没有三班 然后再筛选完之后 把三班call过来 OK 这样的话三班就有了 那最后的话呢 再把工作表切回到第一个 切回去 续折1.16 那最后呢 可能还需要一个动作 就是把这个范围 有没有 现在是筛选嘛 所以要把它还原 所以怎么样还原 还记得吧 就是刚刚筛选的第三行 把这个第三行拿过来 放这边就好了 OK 再把这边呢 再让他倒车一下 再把他 这个地方因为 是同一个工作表 所以我前面呢 就不用加 哪一个 这个 工作表应该就可以了 把它恢复 OK 好 这样完成了 诶 这样就OK了 所以我们来再试一下 所以这样的已经做完之后的话 删掉 重跑一下 这个我就不中断了 然后跑一下 诶 看一下 一班 一班有了 二班 三班 一二三班就OK了 好 所以我把刚刚的重点 再回顾一下 第一个的话 我是直接把刚刚的这个 没有 筛 班级筛选 的这两行 先复制到这边 那我再改一下 其实你们两边可以互相比对一下 主要就是第一个增加他的工作表 如果跨工作表的话 你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加工作表的名称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这个条件部分的话不能用H2 而是要那一个工作表 你要查第几个 一班二班三班 这个可能要改一下 那其他的话应该 还有这里 这个是B22 那这边可能要改B1 把筛选恢复的最后一行 放在最下面 这样就OK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 所以原则上这样就改完了 来